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11月23日的早晨天氣節目 我是莊仙寧 今天看出去都是比較多雲的 亦都有些雨 高空擾動正是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 從雷達圖上面 我們可以見到香港附近有不少的雨區發展 甚至偶爾也會有些雷暴 大家今天出門口就記得戴上一把傘 今天早上各區的氣溫是介乎22至24度之間 預料今天日間的氣溫都不會有太大變化 預測今天會是多雲 有趙雨 局部地區有雷暴 最高氣溫大約是24度 吹和緩至清淨的東至東北風 離岸間中會吹強風 隨著高空擾動遠離 本周後期的廣東沿岸的趙雨 就將會減少 不過大家就要留意下個星期的天氣變化 因為下個星期的中後期 會有強烈的東北季後風影響華南 該區的氣溫將會顯著下降 我們展望星期四仍然有趙雨 風勢頗大 本周的後期趙雨會逐漸減少 而大家記得要留意下個星期中後期的氣溫變化 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祝大家有愉快的一日 再見 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